印媒,明年年初将有至少两套S-400反导系统投入部署 俄罗斯已经开始向印度交付S-400防空导弹系统 而有印度媒体称 到明年年初,该国将有至少两套S-400系统投入部署 印度斯坦时报,11月20日报道称 印度驻莫斯科的外交官透露 部分S-400系统部件已经运抵印度 报道称 印度将于2022年年初之前部署至少两套S-400系统 两个在俄罗斯接受训练的印军团队将操作S-400系统 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首席执行官米赫耶夫本月 在参加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航空展时 同样透露 俄方已经开始向印度交付S-400系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宣称 印度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两套S-400系 是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莫迪非常密切的关系 普京预计于今年12月访问印度 2018年10月 印度和俄罗斯签署了5套S-400防空导弹系统的采购协议 据此前报道 该型导弹可击中400公里外的导弹和飞机 雷达系统可探测600公里外目标 但有分析指出 美国可能因为印度购买俄制S-400系统 对印度实施制裁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今年3月访印时曾表示 美方不希望印度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设备 否则可能遭遇美国制裁